我有一只小妈咪,从而也不请 公立学校,好帅喔 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中国城就在我们眼前啦 BC城首都维多利亚的中国城 除了是全加拿大最老的中国城之外呢 在整个北美悠久的历史仅次于San Francisco 看起来超酷的这种卖一修制面 还有卖达旅面 这个是华丽园 给你们看一下Mani在车上懂我们时的画面 她在车上习惯坐在我们中间的扶手 路人在外面都会看得一清二楚的 对着她一顿狂拍跟惊呼 最后Mani觉得压力山大之后才终于躲到后座区 雕吧 我们check-in完了 超级漂亮的 yay我们的饭店就有这个 ChargePoint 它需要一個APP 然後就去scan它 就可以用了 然後它是free的 最討厭的小貓咪 我們check-in完之後呢 卸下貓咪們的行李 就趕緊去試試預定好餐廳 吃貓爸的生日晚餐啦 去來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 去來去去去去去去 咪媽媽很開心 咪媽媽 你把我放進去了 他還搞不一把她放進去了 我訂的是Mariot飯店樓下的 Firewaterrestaurant 我點的是筆木魚 那貓爸點的是龍蝦麵 份量真的是超級大的 搭配上請服務生推薦給我們的白酒 最後真的是飽到撐破我們的肚皮了 那今天呢是Christmas Day 所以我發現好像就是只有 Hotel下面的餐廳會有開而已 這邊Hotel就超多的啊 剛剛沿路走過來的時候發現 其實比我在網路上看的選擇還要多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走走 因為我們真的寶刀快要吐出來了 連我這個大食量都沒有把它吃完 Let's go 這就是Victoria的Parlement 國議會非常的漂亮耶 你知道這地方就在哪嗎 就在我們的 好吃喔對面 是不是很近 然後這邊就是港口 然後這邊就是Parlement 適不適合女孩啊 yahoo 我們呢剛剛因為晚餐吃太飽了 所以呢我們就跑來走路 就走了一大圈啊 看一下燈啊看一下晚上的街景 然後我覺得這邊真的還蠻特別 就很漂亮 就整個聖誕氣氛很濃厚 其實我真的以為我們今天來不了了 因為這一個禮拜呢溫哥華就是超級大雪 然後呢我們在家裡一個禮拜都沒有出門 我們還是很lucky的能夠來到這個Victoria 好明天呢還有很多的行程 那我們就每天見啦 喔 媽呀 真的 palm 梳梳梳梳梳 deposit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喽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们就是在Victoria的第二天 因为我们入住的是Fairmont 就觉得还蛮高级的是奢华的住宿 所以想要拍一下房间啊 整个Facility的状况 所以呢今天呢就来带大家重新开箱一下 那就来带大家看一下咯 Christmas是Nova的生日 所以昨天晚上给了他一个小惊喜 所以会有一个气球在这里 加一个树桌 然后床头柜 一个床尾的板凳 然后有view 大家看一下view 这个view呢他是看到港口的 他其实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Harbor的选择 一个是Resident的选择 然后因为他的这个造型呢是一个墨字型 所以另外一边呢就只能看到这个饭店里面的建筑 冰箱 冰箱是我们每次带猫咪出很多一定要的 因为我们要冰他们的东西 然后 全部都来 这个是咖啡 咖啡有Nespresso 都可以免费喝 有茶啊 糖 哎妈咧 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他很旧式的 这种把守啊 因为Fairmont这边的这个castle是非常的古老的 所以就会有一些还存留着他们很古老设计的东西 那这边就只是一个给放衣服啊的地方 再来就是厕所啦 其实他们这个门你看他看起来很轻 但他超级重 然后厕所其实就这样 就很近的单中的中拒 但唯一的那个最差劲的一个地方 我就是觉得每一间饭店都有都有问题 就是他们的吹风机真的很巨烂 就是那个落差会不会太大了一点 就很夸张了 好了 反正他的房间其实没有说太突出的特色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就很舒适 然后我觉得算是干净的 虽然他是历史悠久的这个使用盆机 比如说很多的锁扣啊什么金属啊 都可以看得出来是超级超级古老以前的设计 还有暖气的设计也是 但是基本上住起来是蛮舒服的而且很干净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这个Fairmont是PackFriendly 其实我就先发了email问他们 但他们都没有回 所以我就觉得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呢他没有办法 就是不要加钱太贵 或者是没有办法零食给你加的话 那我就想说那四只猫咪就睡在车上 柜台的时候在check in 他就有看到我的email 就说我带了四只猫咪 如果你是有宠物的 或是有家庭的 他们有分在一层楼 因为毕竟还是有些人不喜欢宠物的 所以他们就会分开 或者是对宠物过敏 那就不可以住在同样的房间 所以他们就有区分 我就觉得蛮好的 然后他就直接说安排了这样子 然后我心里想说 蛤?不用加钱吗? 然后我就What? 而且我带四只猫欸 因为他们通常是一只可能免费 那两只以上你可能就要加钱 结果我带四只猫都不用加钱 不用清洁费 然后没有不用特别预言 我觉得Oh my god so nice 所以就很开心 他们是很旧式的这种建筑 所以他们的窗户 当然不会像现代一样 有这种很大片的 就是会有一种小框框小框框的感觉 在照片上面呢 其实会觉得有一点逊色 那其实亲眼见到 会觉得欸其实蛮够的 好啦 所以我们要去街上走走啦 那我们就出发吧 今天的行程就很简单 就只是到街上去走走而已 晚上呢可能就吃个晚餐 然后就去这个这里最有名的一个Bouchard Garden 听说里面的light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们就是晚上的时候期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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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不在这一张上去看看 你这么晚了 我们就在那边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